歡迎各位列臨第三十三屆的醫療奉獻獎 醫治的浪漫旅程 我這邊要特別來介紹的是 我們在三十三屆醫療奉獻獎 個人醫療奉獻獎的周治中醫師 周醫師在彰化基督教醫院 服務將近四十五年 他是我們全國第一位急診專科及專責醫師 他協助台灣創建了緊急救護系統 也在八十年首創了全國緊急醫療醫學科 也創建了台灣急診醫學會銜接院前的救護 是我們台灣急診醫學發展的重要先驅 四十多年來 周治中不斷推廣急救教育訓練 累積五十萬人次 今年平均一年三萬人次接受訓練 希望CPR急救術 人人都能上手 曾經有什麼樣的聲音跟經歷 讓你覺得還好沒有多堅持那幾分鐘 讓你的家庭變得不一樣 我的一個陳醫師是我的同事 五十九歲男性 他本身也當過急診室主任 他後來 確實配 然後胸部署流到我們的急診去了 二臨急診 結果在減三分內臺 都倒下去了 他叫做Incar 心跳停止 整個的Team 都在急診室 一人就跟他做CPR急救 急救的話 整個過程 難道急救了五十三分鐘 經過十五次的電擊 今天我們張機體系的綠色隧道 很快速送到總院 加上又一顆我急救了 終於把他從死神拉回來 把他生命救回來 那陳醫生 他也回到他的醫療工作崗位 我想我們正如主持人員講的 我們救了他一個家庭 是 然後也在很像醫療地區 守護住一個重要的醫師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好 謝謝 我們看到了 CPR高手 今天我最棒 Q1的一名 真的 好 謝謝 也恭喜周醫師 九十六歲的媽媽 跟得獎的周醫師 恭喜 周醫師 來 要請 好 謝謝 今天非常榮幸 也非常高興 能得到醫療風險獎這個樹榮 真的是要非常感謝上帝 非常感謝我們的總院長陳文官教授 及全體員工 還有連任部長伊密 所率的急診團隊 大家一起幫忙合作整體資料 才能獲得這個樹榮 那我個人在民國七十二年 到美國研讀這個急診醫學 也獲得了美國心臟學位 我們的Hustle學選 CPI Instructor CPR的講師資格 和高級外商救命室 ATRS的認證 那回台後呢 積極推展我們的CPI訓練 在民國七十五年 十二月十四號 成立CPI訓練中心 訓練到現在 接受CPI訓練的民眾 差不多有五十萬名 那今天 其實我要感謝我的家人 我孩子的媽 跟我的媽 她今年九十六歲 她平時都跟我鼓勵 做醫生 要認真救人 救比較多 所以我成立的CPI通信 推達到現在 感謝張華教授 給我這個發展跟資產的空間 謝謝各位 祝大家 實在健康 CPI一定都成功 好 那麼我們給碩的得獎者 一個讚 得獎者給自己一個讚 雖然你們不拘光 但是真的是感謝你們